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个比橡皮图章更不堪的立法机关进行议会抗争 既有抗衡特区政府制度暴力的肢体动作 也有议会拉布的民斗 所谓擒擦先擒王 欧敏在立法会直面两任特首曾荫权梁振英 严厉批判他们所代表的行政主导专权政治 揭发他们的倒行逆施 主席 我想先跟司长说 你说郭家麒议员那些是不实指控 以下小弟这篇演词句句都是事实 内除国内除港策外抗强权 主席 2010年8月23日马尼拉人质惨案 港人悲愤莫名 由于菲律宾当局营救人质行动 魯莽愚媚 導致百名港人混沌异乡 而伤者如易小玲等人至今仍未能走出阴霾 三年后的今日死伤者家属依然涉 涉而不捨 要向菲律宾政府讃回公道 令人动用 这不单只是他们的事 亦是由关港人尊严 以至外游权益的公义问题 但特区政府一直是枯显失责 務求用时间淡化反飞情绪 最近梁振英在印尼巴里出席 亚太经合会议时的举措 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10月7日 有电视台拍摄到梁振英和亚基洛三世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泰国总理英禄 在会议前闲谈 梁振英协肩尘少 曲意逢迎 和亚基洛三世言探神般 事后托辞说因为当日例会前 将会先向俄总统普京何秀云云 按照国际惯例出席国际会议 如果两国关係欠佳 通常双方元首 最多按礼节握手 刻意保持距离 你有没有看到安倍晋三和习近平协肩尘少 你有没有看到布锦衛和安倍晋三握头握计 即使梁振英对此猛然不知 站在香港人的立场 或作为一个人 在这场合见到亚基洛三世 这个废财总统 你都会进去 不假以辞食 说代表香港人 向他提出抗议 死了八个人 三年来 不闻不闻 这也不会说 十月八日 菲律宾总统府发表变断原来 当日梁振英和亚基洛三世相见宽 非方同时告知港方在一例会后正式闭门会面 但大家看影片都知道 梁振英和特首办主任邱藤华和私人助理陈嘉迅 被安排坐在一旁 亚基洛三世 施施然到来 独坐中央 尊卑分明 对于非方提到这个所谓 put behind 一说 梁振英一直不敢斩钉截截否认 只能闪削其辞 指责对方断章取义 恐怕六八九会无地自用 更令到惨剧苦主和香港人陪他一起受辱 梁振英上台后 大家看到 他究竟在这件事上做了些什么 关于对菲律宾制裁的意见 很多人找台湾做一个比较 但我觉得 特区政府也好 中央政府也好 都是想put behind 我提醒司长 如果你有做功课 2010年8月中宣部 8月25日 就人质惨案 发给所有内地的传媒 一个通知 你知道通知是什么 共产党最流行的 一个命令 动作全部在一起 通知的内容 我读给你听 司长 外交部发言人 已就香港旅客 在菲律宾与劫持事件正式表态 各媒体要按照外交部表态口径 正面报道各方积极研究人知 及做好相关善后工作的情况 不要将此事与中非关係挂勾 避免出现过激言论 接着 香港的游行目的不单纯 是针对大陆的不满的释放 各媒 正确报道香港游行 不要被香港反华势力所利用 这是2010年8月2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 发给传媒的通知 这还不是放在背后? 现在有些泛民主派 不知人间何世 大大声 又习主席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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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李克弓总又说什么 你看看中央政府态度的强硬 特区政府死狗 你真是 讀书吧 还有今天提及这个不信任动议 我觉得陈恒彬也觉得没错 你为什麽 应该集齐人马 23个坐在那里 输人不输阵不零零星星 只有四个人在那里 三个是公民党的支持郭家麒 要打仗 就要集齐人马 输人不输阵 每个人走进来清亭点水 原来走出去 谁教别人砌 要不就不要做 上一次的意案也是这样 郭家麒威力 两次的动议 我都为你声嘻力揭写 我认真过你们 还要流传后世 这篇文竟好 内随港财 外抗极权 是否好 梁振英就是港财 外抗极权就是共产党 还不错 这些亢枪有声 要不就不要做 提不信任动议 怎麽大事 台湾也提过倒国案 不过通过不了 这里有一样 这是一个政治表态 你泛民主派既然要针对梁振英 管治 就要走出来 坐在那裡 上次也只有几丁油 看起来都热烤 我那些散兵又是个独立医院 我现在帮拖 要不就不要做 这个题外华主席 对于梁振英这个人 我是很早否定他的 去年第一次答问大会来的时候 不知道林郑月娥是否在那裡 我说他是一个人格卑下的人 他没有资格管治香港 喜欢说谈话 一年多以来 你看看他 我现在真的希望他要 立即委任冯伟刚这些无奈的人 做新闻统筹专员 跟着所有的无奈在一起 一家团聚 多谢主席 黄毓民議員 主席 689梁匪振英 一年多以来的作为 可以用倒行逆思四个字来形容 他不断挑战港人的底线 民望跌到谷底 已经到了人人皆约可杀的地步 特区政府10月15日公布在《奇妙电视》 《香港电视娱乐》 发出免费电视牌照 拒绝发牌给香港电视网络 有关决定是黑商作业 罔顾程序公义 对于公众质疑 责以行政会议保密堂塞 如论哗言 人臣共愤 以梁匪振英为首的港共政权 公然与民为敌 香港人如果有种 应该起来革命 自己当家作主 感交日月换身天 本席在2008年10月进入立法会 亦有参与立法会资讯科技 广播事务委员会的工作 并且由2010年起担任委员会主席 一直监察免费电视市场的发展 特区政府一方面表示开放免费电视市场 另一方面又要监控市场 梁振英 将大家对开放免费电视市场的合理期望 一手扼拆 回应质疑的时候 总是语气强硬 一副洋洋自得的嘴唸 浸意已缺的态度 让人此难 上星期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 要港人反省为什么这么多抱怨 共产党的民军 不如去问问他们爱国爱党的奴才梁振英 为什么容不下一个 纯粹为港人提供免费娱乐的电视台 为什么 总是要和港人作对 总是要为香港添烦添乱 面对废洋民意 建制派不敢高调为梁振英护航 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 校总时说行会成员是顾问的角色 最终决策 由行政长官综合个别成员意见作出决定 政府应该向公众解释发牌准则 因此被指以梁振英或清界线 挪犯招婚日前说政府的解说安排绝不理想 叶刘淑书和李慧琴 淋于民意 态度曖昧 语言不强 不敢表现果断支持政府的立场 主席各下 李老人家 都曾要求政府多加解释发牌的决定 自由党 更表明支持这一项特权法议案 港共政权和支持者利心利得 证明梁振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夫民策 特区政府2009年12月表示 接受免费电视牌照的申请 表示促进本地广播业持续发展 鼓励业界公平竞争 投资和采立创新科技 为市民提供有质素有选择的多种多样电视节目 配合有利营商环境 提升香港作为区内广播疏楼的地位 当时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 刘吴慧琳三番四次强调 免费电视市场是开放的 第二年 即是2010年的年头 立即接获香港有线电视及城市电讯申请 后来的《奇妙电视》 即是《奇妙电视》和《香港电视》网络 最年底收到《NOW 欢品电视》 以《香港电视娱乐》名义申请 2011年7月 通讯事务管理局前身 广管局完成申请的审核 并且已决向行政会议呈交发牌建议 直至上月15日特区政府才公布结果 行政会议总共花了两年三个月的时间審批 令申请者和港人极不耐烦 整个程序毫无效率可言 行政长官会和行政会议最终决定三简 而有关的决定是黑商作业 六八九梁匪振英在回应质疑时 颠倒黑白、偷换概念、理屈慈穷 还要自我感觉良好 堪称是无耻之有 香港第一不要念 本席在多项政策议题上 都强调市民有知的权利 政府有告知的义务 特区政府反其道而行 逐步走向专制极权 特区政府封锁的不单是免费电视市场 还是香港人的资讯自由 黑商作业的指控不绝于余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回应是 政府必须遵从行政会议的保密制度 处理申请细节 无可避免涉及敏感的商业资料和商业机密 随便公开可能会对申请者造成伤害 或引起法律争议 这是政府的说法 有一张报纸叫明报 在10月19日刊登一份疑似行政会议文件 指出政府在去年2月至12月 都建议发出三个牌照 否决发牌是会二度抗议的 但梁振英在行政会议讨论后 决定不发牌给香港电视网络 行政会议否认这份明报刊登的疑似行政会议文件 是属于行政会议的文件 但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就证实 讨论过文件所提及的内容 另一个媒体更披露行会 讨论增发免费电视牌的时候 林焕江、叶柳淑仪、胡鸿玉和罗范昭芬等成员 支持向所有申请者发牌 政府顾问报告 给予香港电视网络的评分 亦高于获发牌的香港电视娱乐 这些是行政会议成员 自觉或不自觉地泄物 所谓行政会议保密制 绝对不能成为专权政府欺骗公众的工具 200 年特区政府处理收费电视牌照申请时 当时做资讯科技及广播局长的尤曾嘉丽 曾经公开解释 当时落选的人 是因为铺设网络技术过时 而部分申请者财力不足 但发牌不切上限 政府纯粹考虑各申请者的优劣 不担心有过度竞争 这是游曾嘉丽的说法 2000 年 今天特区政府反其道而行 天可年见 香港人究竟作了什么业 为什么骑在香港人头上的政府 一个被一个不堪 梁振英的行径 令一众前朝的行政会议成员蒙羞 很多人都撲出来痛骂特区政府 李鹏飞和王永平指出 保密制只是保障各行会成员立场 不会呆涉 而不是政府拒绝 向公众解释重大决策的理据和藉口 李鹏飞更直言 他自己相信 政府决策背后一定有政治因素 根本是无视市民的议员 前政务司司长陈科安生更发表声明 指出政府的做法令公众质疑 这个决定有政治动机 剥夺公众的知情权 公众无法透过选票和公民投票 向政府施以民意和政治压力 行政主导这个专权抵制 激近无法无天 决定重大决策时固然可以独断独行 现在更借口保密制 逃避向公众解释决策的责任 主席 今天的特权法议案有一个特别意义 就是要阻止专权政府打压廣大人民的资讯自由 阻止专权政府打开侵害社会利益的缺口 更是要阻止专权政府立下行政会议保密制 掩饰罪恶的先例 近日多个亲建制媒体 开始报道香港电视的所谓死因 这很明显 就是政府开始全面反抗制造舆论 例如 说香港电视计划开台时 就开始多个频道 广告深入留意支持造成恶性竞争 又或者刑办电视为期 最少十二年财力欠佳者 太早作烧炮掌放烟花式的投资 将不利市场等等 就算你这不是全面反抗制造舆论 特区政府自觉与不自觉之间 坐视这些媒体 就这一项重大的公共事件 作出道听途说式的报道 和欠缺真评实据的揣测 但特区政府不作任何回应 释除公众疑虑 令人不得不怀疑 你是与这些媒体行系一气 为不得人心的政策掩飾 有些媒体说 消息来自权威人士 我们教新闻时 这叫引力新闻来源 最不可靠 据消息人士透露 跟据接近行会人士透露 整天都玩这些 我做这行做了很多年 如果是权威消息 真是政府的 你不是开城报工 为何要鬼鬼祟祟 床头露尾 和媒体吹风 製造假象 混淆视听 政府还有何资格 去执行公权力呢 请问 行政会议掌握制定重大决策的权力 有权审批的政策 包括连的士诺标收费 隧道收费 九巴车费 发展商 楼换楼安排 中电港灯 基本电费 电台发牌 城规会分区计划 大江草途 机场兴建第三条跑道 等不声媒举 每一项都与港人利益有关 如果所有的决定 都像这个发牌那样 黑商作业 香港还可以有安定繁荣吗 本席认为 立法会必须通过今天的议案 根据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 命令特区政府交出所有文件 将真理和理据呈现眼前 给全香港人评理 恢复香港的程序正义 立法会议员是民意代表 代议士 即使监督政府 郭榮鏗議員提的修订案 林蒂菲議員删成 人们就当他是英雄 原动议反对 这也算是政治智慧非常高 我跟他相反 我反对郭榮鏗的修订动议 我支持莫乃光的原动议 理由很简单地说了九十多次 郭榮鏗議員天真有邪 或天真无邪 为了争取更多建制派的议员支持 就莫乃光的原动议 提出修设案 容许特区政府不呈交行政会议 商议内容及相关记录 以及任何涉及牌照申请者的商业機密资料 这个做法 和戴耀廷占中被人说他暴民 他说我绑着手来占中 有何分别? 自绑手脚 自废武功 这个修设案会让专权政府逃避公众的监察 本席不会支持 我在这里奉献建制派的朋友 你不要以为 你口口声声 我投票是根据良心 就是代表你有良心 这件事是非判言 不容你的人去掩飾 真就是真假就是假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是很清楚的 所以 你看到田北俊一直被人认为是建制派 他现在好像变成了壞孩子 有些人说他打60多欧 还是壞孩子 真就是真假就是假 对就是对 不正就是不对 很清楚的 这件事 你这次又是帮专权政府去护航 到头来 你又是自掘坟墓 当然有些人说 不用怕我们蛇齋丙总 不是 选举我赢 你吹吗 下届我照坐在这 你吹得我仗 不是的 真相不是这样的 将来 你是会死得很惨的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与民为敌的政党 或者政权 它是可以继续生存发展下去的 历史 一定会唾弃这些人 当然今天 大家都猜到结果是什么 外面的人都猜到结果是什么 我刚才在下面和你们说 这件事 到头来 大家做完场表演就收工了 唯一有得够的就是 大家通入政府总部 香港人又没有这个吉士 你够不够打现在外面的人 当这个议案被爆裂之后 冲击政府总部 我看你就不就犯 但内疑香港人 就和民主派一样 暗蠢 所以你食刮香港人 主席本人仅此臣子 我说你不得了 我看你 有够的东西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